初選是一種團隊整合的過程 民進黨的初選雖有競爭 但終究不是同一個黨 同樣的理念 大家都一起走過來 同樣都有貢獻 都有沿路的感情和歷練 所以初選是怎麼樣子 來展現彼此的智慧 怎麼樣子來求得最好 能找出為台灣貢獻的力量 並且怎麼樣子來讓民進黨 有機會繼續為台灣貢獻 所以初選這個制度 是民進黨行之有年 協調也不是要逼誰退 或者一定要誰擔任什麼位置 而是讓一個現任的總統 跟一位想當總統的人 各自展現最好的智慧 和最好的用心 然後彼此又能夠想出最好的方法 和支持者最好的期待 和也希望有最好的結果 各種可能都有 該院長昨天也表達他的心境 都非常的理解 那民進黨是有制度 有價值的政黨 我們初選就是要展現民主的機制 讓大家盡量地來表現自己的意願 讓各方來了解民進黨 怎麼樣子有意願貢獻的人的主張 跟各方面讓各界了解 民進黨的初選是物理邊 很明白規定有協調的機制 所以現在走到協調這個階段 我也被打目以這樣的任務人選之一 所以我們也盡力地在協調 協調就是把有意願參選的兩個人 一起來思考看能不能怎麼樣子 在這個一步一步走的制度中 又用人的智慧 人的心意 能夠有沒有想出更好 更能勝選 更能為台灣貢獻的方法 那陳副總統 學雅 宇峰 過去擔任副總統的角色 被物以改革的任務 非常的努力 貢獻很多 現在他選擇 回到學界 繼續貢獻 我們都非常尊重 陳副總統是會牽衝的人 他也不是民進黨的人 蔡總統任用請他擔任 五種的角色 他也盡行盡力 現在一個階段即將走完 另外一個階段即將開始 陳副總統在這個時候 表示他的心意 可以說是很用心 也表示他的 對台灣整個國家 以及他對這個總連路走來 他的整個感情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很敬佩 他的努力 跟他的心境和他的境界 當所長從沒有做過這種事 我覺得這是濫用我們的經歷 非常對不起警察 這是很不好的示範 這是一種當帝王的心態 我們覺得非常不可取 也希望我們所有的警察同仁 總算被首長這樣要求 也不要抖